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灵命日良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与佳音电台联合制作 礼方主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化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s human beings, we'll struggle at times with things we don't know or understand but not God He's the all-knowing one the omniscient one Isaiah wrote Who can instruct the Lord as His counselor? Whom did the Lord consult to enlighten Him? And who taught Him the right way? Who was it that taught Him knowledge or showed Him the path of understanding? The answer? No one Humans have intelligence because God created us in His own image Still, our intelligence is just an inkling of His Our knowledge is limited But God knows everything from eternity past to eternity future Our knowledge is increasing today with the aid of technology but we still get things wrong Jesus, however, knows all things immediately, simultaneously, exhaustively and truly as one theologian put it No matter how much humans advance in knowledge we'll never surpass Christ's all-knowing status We'll always need Him to bless our understanding and to teach us what's good and true Today's Our Daily Bread devotional scripture reading is from Isaiah chapter 40 verses 12 through 14 Who has measured the waters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or with the breadth of His hand marked off the heavens? Who has held the dust of the earth in a basket or weighed the mountains on scales in the hills in a balance? Who can fathom the Spirit of the Lord or instruct the Lord as His counselor? Whom did the Lord consult to enlighten Him and who taught Him the right way? Who was it that taught Him knowledge or showed Him the path of understanding? Let's pray Dear Jesus, thank you for the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to think and reason that you have built into the human mind You possess all knowledge and wisdom and we desperately need you to teach us Help us to keep a humble heart before you so we are always ready to learn whatever you have to teach us Thank you, Lord It'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Thank you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 我是李方 在今天的灵运日凉 我们要记得旧约的以赛亚书 四十章的十二到十四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女儿喊着我看不懂 然后就把铅笔丢在桌上 女儿接受在家教育 正在做数学作业 我也开始全时间地当她的老师 但我们很快就遇到难题 三十五年前 我曾学过如何将小数 转换为分数 但现在全忘光了 连我自己都不会 就更别说要教女儿了 于是我俩只好一起看 线上老师讲解要怎么算 人有时会陷入 无法明白或理解的困境 但上帝绝不会如此 因他是无所不知的全能者 先知以赛亚说 谁曾做他的谋事 指教他呢 他与谁商议 谁教导他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教训他 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答案是没有任何人 人之所以有聪明才智 是因为上帝 按着他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而人类的聪明才智 不过是上帝一丁底的智慧 我们所知的极其有限 但上帝却知道 从亘古到未来的每一件事 如今借由科技 我们的知识正不断增加 但是仍然难免会出错 然而诚如一位神学家所言 主耶稣是立即 同时彻底和真正的理解 万事万物 无论人类在知识上 有何等的进步 我们依旧不可能 超越基督的无所不知 我们时刻需要他 使我们有更强的理解力 并教导我们 什么是美善与真实的 在哪种情况下 你会感谢上帝的全知呢 当您想到主耶稣 身知万事 如何使您得到激励呢 我们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要赞美他 因我们的主无所不知 求主使我们明白 他要我们学习些什么 并帮助我们全心 全意地爱他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 今天的经文 在旧约的以赛亚书 四十章的十二到十四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无所不知 圣经说 谁曾用手心量珠水 用手虎口量苍天 用生斗量大地的尘土 用秤成山岭 用天平平刚岭呢 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 或做他的谋事指教他呢 他与谁商议 谁教导他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教训他 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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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是非常丰富的一章经文 先知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先知将神所给以色列百姓的安慰之言 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现在先知把安慰之言聚焦于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从这里来鼓励那些将要经历 他们还没有经历 但是将要经历亡国和贝鲁的以色列人 让他们要打起精神来做正确的事 先知以赛亚就在第十二节到二十节 他运用了一连串的修辞技巧 来提醒以色列人 他们所出身的自然界 是由伟大无比的耶和华神所创造的 先知用水桶里的一滴水 还有天平上的微尘等等做比喻 指出人和创造主之间的相比 当然重点还是要指出我们的神 可不是那些用人手所造的偶像 不像有一些人 膜拜偶像真是鱼不可及 所以先知就在我们今天 所攻读的这一小段经文里 他强调了造物主对宇宙万物 所拥有的绝对的主权 他不但是创造的主 他也是历史的主 在这个世界上国度的兴衰交替 全然都是这位神的作为 无论是尼布贾尼撒王 无论是古猎王 他们的权势在神的前面 就像是大地上的威臣 这一切神的作为 都是显示出我们神的超然 他又是圣者 是他主宰着人类的历史 所以先知提醒以色列人 他们只要崇拜仰望耶和华神 他们所看见的无论是 巴比伦的势力 亚树的势力 后来的古猎王 只要仰望神 以色列人就能够胜过他们 因为全能的神 看他们就像是虚无之物 所以百姓要在困苦当中 要安静下来 开阔自己的视野 默想神的超然 默想神的同在 好来正确地靠着神 衡量问题的难处 而且要谨记宇宙和自然界的一切 都是神所创造的 至于人类的历史 也正是神工作的舞台 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些重点 我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释然 而且会坚信神 一定会引导我们 解决一切的难题 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者 我们若是将信心 放在全能者的身上 对于前面的路 我们便会如鹰一般地 展翅上腾 如果我们将信心 不放在全能者的身上 我们便会如草一般地枯干 因此先知以赛亚 就提出了一连串 关于宇宙本性的 有力的论据 证明上帝的全能 他也是倚靠他知人的能力 至于神的权柄 最终是无可挑战的 因为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他不只是创造宇宙 他也是宇宙的管理者 在十二节先知的焦点是在于 度量事物的那个巨大的幅度 虽然今天我们这二十一世纪的宇宙观 比以前认识的更多 可是无论我们对于宇宙的观念 有多大 上帝仍然是更大的 对于神所创造的宇宙 不只是大 而且还美 就像诗人大卫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说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大卫这一句赞美的话 实在是代表了所有有信心的人 看到全地的万民顺从主的时候 神的荣耀要彰显于天 就是今天的宇宙 依然在彰显神的荣耀 像先知耶利米旧 惊叹说 你唯独你是耶和华 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的所有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君也都敬拜你 我们要注意大卫在这节经文里面 他是在向神说话 因为也只有神自己能够测透 他自己的荣耀 我们不会忘记大卫 小的时候他是一个木童 他有许多的机会在野外 有很多的机会 瞻仰神创造的大能 大卫因着爱神 他就爱读圣经 他自然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因而更多的认识 神是他的救赎主 所以他从物质的世界 可以知道神是创造者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向着爱慕他的人 他就向他启示他自己 神借着自然界 向人的思想显现 却借着他的道 向我们人的内心显现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安静思想 安静读经 大卫在诗篇第十九篇 他一开始就称颂神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大卫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 就像是一部展开的书 为了试要世界上的人 每一个人都能够读 就像新约里的保罗 他说 借着所造之物 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有人就说 这个天文学家 没有一个是无神主义者 就算是有 数目一定不多 因为天文学家 观察到诸天 和神所创造的穷仓 他们就不能不承认 有一位创造者 真是保罗在罗马书 一章二十节所说的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叫人晓得 无可推诿 在诗篇十九篇的 第二节还说 这日到那日 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 传出知识 可见神的宇宙是 昼夜不间断地 为神做见证 白天有太阳照明一切 夜间有月亮星宿 可以指明 迷途人的方向 这就叫人想起在法国革命时期 有一些无神论派的革命分子 他们夸口说 我们必将你们一切的礼拜堂 所有的钟楼都给你毁灭 好让你们不再迷信 这时在平民百姓中 有一个人就回答说 你可以毁灭礼拜堂 你可以毁灭礼拜堂里的钟楼 但是我们还有天上的星宿 可见这个星宿乃是人 不能够差一距地见证 这些月亮星宿 从这夜到那夜 传出知识 认识神的真知识 关于神的创造 我们在约伯记里 也看到了很多 我们的神 向苦难中的约伯显现 告诉他要如勇士诉邀 好来听神的话 神用无比美丽的话语 直接地向约伯发问 为的是要让他的仆人 从天上还有地上 看见他的大能 并且看见神美丽的荣耀 这位慈悲的神 要在约伯的前面 让约伯看见他的荣美 神问他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这个你在哪里就是 神使约伯要站在一个 正确的地位上 就是把受造之物 放在造物主的面前 我们都知道约伯 是很有学识的人 当约伯的朋友 教训他的时候 约伯告诉他们说 我所知道的 不比你们少 可能更完全 约伯曾经对索法说 我也有聪明 与你们一样 可是现在呢 神问他的第一句话 他就回答不了 第一个问题 就让他的智慧 在神的面前化为乌有了 神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有聪明 那么就让你 在我的前面 证明自己本体的奥秘 就是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你在何处呢 是谁为这个大地定尺度呢 神问他 你知道地的根基 安置在何处 你是否知道 在天上的众子 欢呼声中 谁安放了地的角石呢 约伯当然不知道 那这么说 约伯的智慧 不能够测度这些事 那他又怎么能够知道 自己受造的奥秘 并且作为一个 有限的受造之物 怎么能够测度神 怎样对待他 才是正确的呢 接着神又问他 是谁将海水关闭呢 为海水定界线 神命令 狂傲的浪 要到此止住 既然全能的神 能够对澎湃的河水 海水 下命令 管理他们 那么他对于约伯的忧伤 就是约伯的苦难 有没有规定界限呢 当然是有的 当我们的神看见约伯 实在是受够了 连他最亲近的妻子 还有三位好友 都不了解他 他的心灵太痛苦了 此时神就站出来 站在他的身边 向他显现 就像神 以清晨的日光 为大地带来温暖 神用他的慈爱 将他的仆人 从黑暗 从痛苦当中 领出来 进入到复活的日光之中 日光滋润大地 日光改变土地 神就是日光 在日光中 神要改变 他的仆人 使他的仆人 因着神的灵道 在他的生命中 好像是用圣灵 印上了印记一样 今天在新约 我们的神也在 我们的身上 印上了耶稣的印记 圣灵的印记 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说 从今以后 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 带着耶稣的印记 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 他写给以弗所 教会的书信里 在第一章的十三节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他对提摩太说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 谁是他的人 所以今天的我们是 十分的幸福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旧约里的先知 讲到有关于上帝的智慧 还有能力的证据 我们也看到 新约里的使徒 告诉我们 我们身上是有 基督的印记 所以我们 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神还应许我们 倚靠他的人 必然能够 从心得利 就像在创世纪里 当亚伯拉罕 信心软弱的时候 神就将他带到外面 数数天上的星宿 告诉他说 你的后裔将会像 天上的众星一般的多 所以听众朋友 神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就要张大眼睛 来认识他 听众朋友 让我们同心地来到 我们的父神面前 主啊你曾经只是 先知以赛亚 也只是约伯 知道你那无限的丰富 感谢你今天也让我们 认识你的大能 还有无限的丰富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你的美丽 和你的大能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 重新得利 得到复兴 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 已经到了 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主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 重新得利 得到复苏 主必赐福 联名您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了 阿们 你的家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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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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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